哈喽大家好我是尚多 这期是海爬街的完结片 我们来看看企业工超木的其他成员们 上主角 细小的脑袋长长的脖子 像海龟一样的巨大奇壮值 这种典型的远古生龙形象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它就是蛇颈龙 蛇颈龙不仅是古生龙界中的明星 它在众多玄幻书籍和影视形象中 也有很高的出境率 成为个怪兽圈的小网红 这都得于上世纪闹得沸沸掩扬的 尼斯湖水怪事件 山不在高有仙则鸣 水不在深有功则鸣 这句古话放在英国的尼斯湖 也同样使用 一张照片引发的水怪传说 就让尼斯湖的名字响彻全球 如果说在中世纪 这种水怪的故事 可能只是为了宣扬神主和宗教 那上世纪的人们是真的好奇 世界上还生存着远古时期 幸存下来的生物吗 年少时的我 对此也是充满了疑惑 直到我在电视上看了 走进科学的中国水怪调查系列 什么新疆喀纳斯湖水怪 长白山天池水怪 满怀期待的我 看到了这些故事的结局 真的是气得 屎都拉不出来 在此感谢走进科学栏目 让我走进了科学 当然 这张1934年拍摄的 忽悠了全世界几十年的照片 最终也被确认为 是摄影师的摆拍 水怪的故事 也就此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 接替他们的 竟然是水猴子 不要再幻想什么远古生物了 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还有恐龙呢 不过 舍警龙的历史还真就要从英国说起 在多塞特的一个海滨小镇 临海千万的岩层中 封存着大量的珠维基生物化石 在19世纪初 小镇的居民会在海岸边 早取一些化石 卖给游客换钱 以补贴家用 这其中就包括 现代古商学的奠基性人物 玛丽安宁 1823年 他在峭壁上 发现了一具 长有海龟式的躯干和鳍 脖子像蟒蛇的不明生物化石 这就是史上第一个 舍警龙的化石标本 其实 这并不是他的第一次大发现 早在1811年 12岁的玛丽安宁 就挖出了一具 5米长的完整化石 而这便是 中生代海拔家族 第一次亮相的 鱼鱼 几年后的1828年 他又发现了 世界上第一具完整的 一共化石 这三个发现 无论哪个 都足以再入历史 然而 当时人们在谈论 他的发现时 几乎没有人会提到 他的名字 即便他已经掌握了 很多古商学的专业知识 但由于性别 以及家庭宗教信仰等原因 玛丽安宁本人 从未被官方学界承认 然而 许多学者 往往都是从他的手中 获得了化石 以及第一手信息资料 然后才发表了论文 在他生前 没有任何物种 以他的名义命名 直到2012年 才将一种 发现于英国的 蛇警鬼 命名为 安宁本 以祭奠这位 在古商学早期 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女性 其实 玛丽安宁的这些发现 在古商学早期 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这些化石 打破了当时 创世论的观点 证明物种 是可以灭绝的 从而 推动了进华类的研究 与古商学的发展 他是公认的 英国最伟大的 化石猎人 值得弹幕为他摔一波 致敬 距离第一句 蛇警鬼画石出土 已经过了近两百年了 整个蛇警鬼墓 也命名了上百个书种 那么我们是否了解了 这个种群呢 可以说了解了 但还没完全了解 首先 关于蛇警鬼家族的起源 就是一个谜团 蛇警鬼墓 是晚三年事才出现的 然而 奇异宫超墓中 可不仅他这一个家族 在此之前 还有一段 支离破碎的演化历程 在早中三年事 约2.45一年前 鱼龙下海抢地盘时 奇异宫家族 也派出了两大阵营 顿齿龙墓 和换龙墓 顿齿龙墓 是一群非常特立独行的类群 从外观来看 他们并不像蜥蜴 反而更像乌龟 因为奇异宫超墓 和龟鳖类 本身就都属于犯龟类 所以顿齿龙 趋同于龟鳖 乃正常现象 反而 后期那种长脖子的 梅壳大王八 才是个异类 和龟鳖不同的是 顿齿龙是有一嘴特殊牙齿的 看起来像是往嘴里 挨个几颗鹅管石 它们是近海地区的 专业碎壳机器 专门捕食有硬壳的 无脊椎动物 长了这种牙齿 吃它们就像嗑瓜子一样简单 而无齿龙是一个例外 它基本放弃了牙齿 而是用特化的角质绘 来碾碎食物 但是像这种底气的小型动物 显然就要面对 比它们更为强大的捕食者 正所谓 我去嗑瓜子 在防御方面 顿齿龙墨的一些物种 也趋同上个龟鳖 穿上个小马甲 比如顿龟鳖 有的还演化出个 龟鳖类不曾有的特殊结构 分节的小马甲 这样还能使身体的运动 更加灵活 但一直在海底嗑瓜子 显然是上不了台面的 还得占据更为高层的 生态位才行 换龙墨就担当了这个角色 它们有点类似现今的起脚位 有一定的两栖起性 是一种介于陆地 和水深环境过渡阶段的类群 换龙身上也同时具备了 水垢两栖的混合特征 它们和后期的蛇九龙一样 有着平坦的小头 宽大的核部 以及一嘴的钉子牙 是典型的食鱼生物 但它们的四肢 并没有完全演化成鳍状质 而是带谱的脚掌 水下游动 也要借助尾巴的摆动 但速度仍然是比不上鱼龙的 换龙的骨盆结构 以及四肢明显的关节显示 它们具备在陆地上 缓慢行动的能力 有时也要面临那些 大型伪恶类的突袭 根据目前出土的化石来看 换龙木的成员 遍布欧洲 中东 以及我国云贵等地 算是三迭级出息 扩散性很强的意大利群 其中一些代表物种 更是揭露了 骑龙超木早期的演化历程 比如这个欧龙 它的前肢已经是骑状质 而后肢并不是 而且在它的化石标本中 还发现了 尚未分娩的胚胎化石 这表明在欧龙这种 早期骑龙身上 就已经具备了 完备的软胎生繁殖模式 在此之前 人们以为 它们也和海贵一样 要上岸餐馆了 同样 在我国出土的贵州屋身上 也发现了 软胎生繁殖的 直接化石证据 正是得益于这个特征 骑龙贵在一开始 就完美地解决了 全面适应 并拓展水生生态位的难题 但在海洋这场 白日化的竞争中 早期的骑龙贵群 都没能挺过 反而是之前隐身的蛇敬龙墓 在整个三叠级 几乎看不到它们的身影 我们很难去推测 蛇敬龙的祖先 究竟和骑龙的其他类群 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大概可以确定 祖先类群 和纯性龙这种手 很相似 总之 蛇敬龙墓 幸运地来到了诸国级 开始了它们的繁衍之旅 并一直生存到 终生代的最后一刻 早年间 蛇敬龙也是个典型的 分类垃圾桶 之后才逐渐分成其他小类群 诸国级时期的蛇敬龙 主要是威锁龙科 和银锁龙科 这两大类 在蛇敬龙类中 经常出现的锁字 指的其实是锁骨 大家照下镜子 看看自己的锁骨 就知道这个分类的规律了 我的话 那肯定是长锁龙类 整体来看 诸国级这些蛇敬龙 差别并不大 人们更好奇的是 这种无壳的海龟 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首先 蛇敬龙的脖子 绝非是蛇那样的灵活结构 不要说做出什么 回头和S型操作了 就连最基本的抬头 和左右摆头 都只能在有限的角度里进行 几乎就是个 又长又硬的玉米棒子 至于长脖子的捕食策略 可能是这样的 他们会靠长脖子 悄悄的接近一群 而不抱够庞大的身躯 然后突然袭击 属于偷偷的进尊 打枪都不要 还有可能采用离地的形式 直接在海底 随机选择幸运儿 至于蛇敬龙的运动方式 至今还是个小谜团 目前猜测 蛇敬龙的运动模式 接近海龟 而且 他们的前后骑装枝 基本等大 相对来说 会有更好的灵活度 和爆发能力 速度上 也至少能达到 35000米每小时 海龟和企鹅能做到的 他们也一样能做到 至于两对骑装枝 究竟是怎么配合运动的 我们还不得而知 虽然在诸葛季 蛇敬龙的风光 完全被上空壳夺走了 但到了白个季 事情似乎产生了 微妙的反转 风光一时的海怪家族 上空壳 到了白个季 仅剩短井龙压科 这一只独秒了 但蛇敬龙类 在白个季 却分化出了 保板空壳 和长所龙类 这两大分子 他们也不再局限于欧洲一旦 而是遍布了全球的各大海域 总体来看 蛇敬龙类掌握的 最强大的技能 就是能狗 我不屑于争夺 什么顶级生态位 我只知道 活下去是最重要的 从名字 长所龙科的永圣龙 永圣龙生活在早白个世 约1.151年前的澳洲一带 在那时 澳洲可属于高维度地区 永圣龙栖息的海域 是相当寒冷的 在冬季时 海面甚至还会充满浮冰 能在这样的海域生存 推测永圣龙演化出了 温血的身体技能 用更快的新陈代谢 来应对严寒 永圣龙的化石 也是澳大利亚的国宝级标本 在土澳 有一种特殊的宝石 叫欧伯 而永圣龙的其中一个标本 埃里克 就是一具完全宝石化的恶体 它是全球已知的 澳宝化最完整的脊椎动物化石 就连肚子里的小鱼 也一同宝石化了 极其罕见 这个国宝级的化石 还因为一次私人事件 导致最终 是由三万多名群众 集资购回的 这样它有个独一无二的种名 人民的海怪 在永圣的加持下 蛇警卫最终熬走了 陪伴他们上一年的老朋友 晚白色的海洋中 再也见不到羽约龙和上龙的身影 但蛇警卫依然坚定 转身就要面对新一代的 苍龙和鼠沙家族 晚白了是 蛇警卫的主力军 是宝板龙克和双旧追龙克 宝板龙克简单粗暴 直接把诸葛级蛇警卫那一套 来个个放大版 颈椎数量翻个一倍 达到个七十多节 造就个脊椎动物的一大机构 而双旧追龙克 则完全走个相反的步骤 缩短个脖子 有点新一代上龙的意思 这样的独特设行 也让它们早期在分类上 移动处于模糊不定的地位 双旧追龙 也曾发现过一个特殊的标本 在这个成年双旧追龙体内 有一个胎儿化石 这个胎儿的长度 达到了母体身长的40% 通过这些特殊标本的研究 古少学家推测 蛇警的繁殖策略 可能属于K选择模式 每个亲代产出有限的后代 并养育后代 直到它们成长着可独自生活 或许是新生的势力过于凶猛 或许是它们已经厌倦了厮杀 晚期的蛇警国类 为了减少竞争 逐步向着更加偏远的高纬度水域 以及深海领域转移 与早期生存在前海的祖先不同 晚期的蛇警国类 拥有更大的红细胞 而且在向深海扩散的过程中 红细胞也逐渐变大 使得它们能在海洋中 长时间的憋气和潜水 后期的蛇警国类 也拥有更多的脂肪 它们甚至能在南极海域生存 比如吉永龙 最大的种体长12米 其中可达15吨 这是宝板龙科中体型最粗壮的 然而这个大家伙 却是数字尺一样密集的小牙齿 完全演化成了一个纯粹的律师型动物 兜兜转转 蛇警国木在前沿的海面之下 完成了生命的奇迹轮回 直到那位不期而至的天外来客 分割了两个时代 奇龙超木 这群一亿八千万年的演化交响乐 随告曲终人散 尤记得大死亡后 仅仅数百万年后 便开始跳动的第一个音符 引出过一群紧随鱼公 初中天聘的先驱 从此 以代代名为海生羊魔动物的战士 进入这片似家而非家的原族故土 在刀光剑影中 迎向那些凶悍的鱼类土著 除了上宫 标宫的海洋表层霸主外 蛇警公家族 更是在深浅领域不断进步 可惜即便氧气流域远胜 肺终究不如塞能在深海久居 即使苟赢了鱼龙 当大灭绝彻底摧毁了 绿色生态的熟练 奇龙和新近的苍龙 也没能逃脱 那道专属于海生羊魔类的诅咒 然而 海洋中反抗的土著不尽 陆地上来自龙兽两族的兵源 亦不绝 踏着前人的足迹 这场不死不咎的战争仍在继续 只因生命会本能的为减小生存压力 而选择迁徙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个赞 想了解更多其他古生物相关的视频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杨多 下期见 拜拜